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医生开刀把它拿出来 而这条乳白色的婴儿脐带 已经跟其他的肌肉产生严重沾黏 医生就说所谓的这个脐带血干细胞 当然不是把整条脐带 直到你自己的身体里面 而是培养细胞 还好呢这个先生赶快的就医 否则产生排斥的话就会有生命危险 医师秀出开到照片 这不是虫跑到手臂里 这一条乳白色调装物是婴儿的脐带 已经肿胀 甚至跟正常细胞黏在一起 彰化一位罹患肺癌的阿伯 听信朋友说植入臍带能治病 还远赴台南花了三万 没想到病没治好 差点没了一条手臂 事实上病没有吸收 而且产生严重的沾黏 在取消的过程中 非常容易出血 好像我们觉得说 这是一个 类似像一个诈骗的一个手法 完全没有检验 就这样 这条像是珠肠的臍带 从患者手臂上 开了一点五公分的伤口 塞入皮下组织 说会被自体吸收 但是没多久 手臂肌肉开始变硬 原来已经和人体产生排斥 甚至严重到跟肌肉沾黏一起 如此离谱的做法 连医生都忍不住刺责 根本是诈骗集团 萃取成合格的干细胞之后 有一定的活性 有一定的程序 报准卫生署之后 由合格专科医师开始施行 而不是说皮下植入一块脊带 那其实没有什么效果 所以我们听到同事有 接到这样的个案 我们觉得非常的吃惊 医师表示干细胞的确能够治疗 包括糖尿病 枝端缺血 免疫系统重建 心肌病变等等 但干细胞植入 必须经过繁琐的检验程序 做法绝对不是 把一条婴儿脊带 放到皮下组织这么草率 但看看厂商还大应 DM宣传 让医生主动站出来揭发 病急绝对不要乱投医 尝试偏方 小心送命 东四新闻陈友谊 在彰化的采访不到 连医生都说这种说法 真的是在诈骗 怎么会帮病患种植 期待 说的是种植这个干细胞呢 治疗癌症的科技公司 东四新闻持续追踪 他地点就在台南的仁德 当然科技公司非常地地调 不愿意透露详细地址 只说医生跑去大陆就诊了 你必须要先留下电话 再由医生亲自通知 那么每一次的疗程 三万块钱 他号称只要五分钟 就可以完成手术 但是我们问他 你的期待血哪里来呢 公司人员必重就轻 但也坦诚 他们的手术不合法 所以一切风险 患者必须自己承担 看似一般传单 印着大大生物科技公司logo 上头写着 你有久病不遇困扰吗 聚凡过敏 脑神经衰弱 或是中风 更年期糖尿病 通通可以透过 其代血干细胞治疗 旁边还印着 荣获了专利发明奖 最后一行 还有智慧财产局的局长背书 这份似乎可以治疗百病的传单 就在南台湾乡镇发送 但真有这么神奇 记者根据上头电话实际询问 会很快吗 手术 很快 五到十分钟就好了 两三公分而已 会有副作用 牺牲患者想种植 期待血治疗当然没问题 一般的慢性病 癌症患者当然也行 不过当记者进一步 想前往看诊 生物公司人员态度 变得很低调 是在哪一区 真的 会跟你约时间 都在大陆那边比较多 对方坚持不说公司地址 只说医师到大陆看诊 病患必须先留电话再通知 但更让人傻眼的是 问到疗程费用方法 以及合法性这段对话 卫生单位恐怕得张大耳朵听 现在台湾算有合法吗 没有的 科技公司坦白 种植其待血干细胞 没有合法一次疗成三万元 只要手术五分钟 就能马上回家 但问到其待血哪里来 以及医师有没有合法执照 通通避重就轻 生物科技公司 不是医疗单位 却打出种植其待血治病 坦诚不合法 照发传单 接受患者预约看诊 大赚黑心钱 东西红书中红宝 今天在高雄报道 大赚黑心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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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